那时候呢 再来后面就只要给这个就可以了 RND.S 然后起始值从哪边开始 从1开始一直到7 小于7 就1到6的值 传给什么呢 传给这个LUMBER 0跟2 那为什么0跟2呢 特别注意你这边有用到一个叫阵列 那阵列其实3的意思就是说 0 1 2 3 这个阵列就是说 原来我一个变数只能放一个东西 那阵列就是切割成4块 0 1 2 3 就可以放4个资料 那这4个资料 应该就是放那4个骰子的变数嘛 对不对 那放进来之后呢 我把它放进来 那就两颗而已 两颗骰子 然后根据乱数产生不一样的涂档 这两个就产生不一样的涂档 所以你这样RUN的时候呢 是不是只有两个先跑出来 就是你故意就是让它有一个感觉 不要那个时间 不要一起就对 不要感觉 哇那你还蛮用心的 还要做出一个时间差的效果 就一秒钟有的先跑 有的后跑 对不对 应该 有的先停 有的后停 对还有一个时间差 就是先两个 也就是1跟3 1跟3是一秒钟 就先读到那个涂档 然后呢 再来就是变换 变换之后 这个也是多的嘛 就Randomize也不用 再来就是什么呢 再来就是3 因为我们02嘛 还有3跟1嘛 3跟1也是取得乱数 然后再去得到一个图 那不过这个Timeout是1.5秒 就是1.5秒 然后再来就2秒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也可以修改一下 所以说我今天希望跑得更慢一点的话 那这个数字可以增加 或者可以调整 那同样载入 载入之后呢 最后就是这个地方来判断 If Timer 它如果是大雨 已经超过2.1秒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去判断 判断这边当然轻易 这个一射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就是四个都一样 所以四个都一样的判断方式呢 就是这样的判断方式 就是这个值跟这个值相等 那或许你可以在这边 建议你可以用刮弧啦 刮弧起来 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M的后面呢 当然也可以刮弧 不过没有刮弧 当然道理上也是可以 只是说你会比较不容易 就是说在看程式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混淆 比如这三颗都一样的话 四个都 可是有四颗骰子 然后你只有比三个 我用0去比较 0去 0等于1等于2等于3 就是 他跟其他都一样 这样不会有loss 没关系这个 所以用0去比 这个是个好方法 不然有的人是 通通不要再比一次 哇那就 成色变得很复杂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清一色之后 他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timers把它关掉 就是计时器就关掉了 并且怎么样呢 is it stopped 就跳开了 那等于就是 跟我们刚刚讲的逻辑是一样 跳开 就表示说他已经是确定赢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三颗一样 就用第一颗来比 第一颗如果等于第二颗 那第一颗也等于第三颗 那等于是 1跟 这个1跟2 然后1跟3如果相同的话 那表示呢 没有点就要重来 那一样 这个地方一样 就重新再来跑过 那另外还有没有点就是说 这个等于这个 就是说两颗两颗一样 这个也是没有点 这个跟这个也是没有点 这个跟这个也是没有点 就是说这个等于 3跟4一样 然后3跟1也是一样 没有点 3跟4一样 然后3又跟1一样 那这部分 就变成三颗一样 所以这边 不过我是建议你就说 这边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if 可以写成elseif 那就 elseif就可以了 elseif 比如说if 然后elseif 第二种状况 elseif elseif 然后最后就是else 这样的方式会比较 因为你会发现 你这边程式两行都会重复 那就会多两个 因为最后结果都是 要把这个time关掉 然后一定sup 就跳开了 但是你这边变成说 你写了好几个 那你可以用elseif的方式 那这台四颗不一样的话呢 你这边写了 比较 你用一个for回圈 for 1到6 然后到这边跳开 if i等于0 i 四颗都不一样 你的笔法是 先抓其中一颗 先抓其中一颗 就是哪一个方法 抓到哪一个方法 哦 你等于是说 先一颗 然后再跟 这一颗再跟其他比 然后这一颗再跟其他比 就是说这个是第一颗 这第二颗 第三 第四 那再跟其他比就对了 哦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那最后也是没有点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一种判断的方式 那再来的话呢 两两相同 那所以这个 两两相同判断点数 如果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等于这个 那变成说 这种有点吗 就是两颗 两颗一样 再另外两颗一样 哦 那也有点吗 那这个 再来就是说 判断四颗相同 就是 这分 四颗 四颗 就是想抓最大的 嗯 嗯 所以这边判断 最大值 取对大值 两颗两颗相同 如果两颗二还能不算 对 对 这样有 哦 就是还要 比对两颗 两颗一样的时候 那就是要看大的 不是看小的 这个多这样 不过这个地方 就是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用那个 else if 不要if if else if else 哦 那这边的话呢 我想你们可以先 大概了解 了解一下 然后自己可以把自己 可以阅读的 可以知道的部分呢 先看过 如果不知道的部分 你就在那边 做一个那个助记 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说明 那我是比较建议说 如果将来在撰写的时候 可以再把这个写详细一点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 有没有 比如说你的步骤 1234 这样子 就是可以叙述的清楚一点 那会 会看起来会更 更详细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再把这个部分看一下 好 好